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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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謝謝各位未免今天歷練於漁光島參加我們 所以會發現你還有續出起漁光島的榮光活動 那剛剛各位已經有親身去漁光島走一圈 然後體驗一下就是一些 我們海肺或者是可可這些的被汽物問題 然後也有感受到漁光島的一些美麗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是回到活動現場 我們等一下會先邀請你們中七出的長官 為我們做一個智騎 然後接下來再請我們好共振文 我們日行 接下來就是由政策環境面 社會創新面 跟海肺戰勝的各個面向去做一些分享 那首先我們先邀請 那我先 我這邊先就我們的主題 跟那個理會貴賓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首先就是我們的唐鳳證委 它是我們台灣第一位數位證委 它是我們台灣第一位數位證委 推行開放證委跟公民參與 那也是藉由社會創新啟動方案來促進我們社會創新發展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中七出的楊家縣副組長 那我們中七出現在也在推行社會創新 那也是藉由社會創新登記資料庫跟登陸原則來協助社會創新發展 那接下來就是海保署的李小霞專委 那海保署它是在107年4月28號的時候成立的 那就是負責在推動海洋生態保育跟海洋資源的一些維護方案 那不好意思 因為怕就是各位來賓可能就是還不太認識 所以我等一下分享到的那個貴賓 我們再請大家稍微跟大家打個招呼這樣子 那我們就稍微回頭一下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環保局的联運城鼓掌 那環保局他就是做得在推動 直接從各種民主跟民間資源 然後自力提升我們可能是比較環境品質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求的在地人士 就是我們藝宅國小與光分校的張錦月主任 那張錦月主任他就是有在推動學生裡小學 然後就是也在這裡成為單單海的教育資源 總體跟特色的有學學校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漁民權益促進會的盧敬飲執行長 那我們的行動的話 最主要就是在推動漁洋花的生理漁民權益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余光寧的大家長 余光寧的大家長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核泰汽車集團的林孟輝經理 讓我們到關亞的登記 其實我們就是海泳工作室的兩位通貌人 一位是成人體自己長 一位是郭福部自己長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塑膠中心的許祥瑞經理 所以我們分享一下海貝里 同樣的下面跟我分享一下海貝產品 那經常就是奇灰環保科技的 高月交負責跟高月經經理 他們有知道就是把海貝保育 有在創造成在生的數量 那也可以聽他們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共識就是 我們希望就是結合我們的政府部位 社會創新組織 還有我們的吸雜企業非營利組織 跟我們的在地人士 然後再創造出它的新價值 那我們活動一整就是像剛剛介紹的 等一下我們長官致辭完畢的時候 我們會先邀請正式環境面的海保署 跟環保局幫我們做一個分享 然後在社會創新面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看看他們怎麼 我們的核在跟海有 他們怎麼維護我們台灣的海岸線 然後在海貝再生面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請那個塑膠中心跟那個奇灰 我們分享他們怎麼把海貝變成了一個新的產品 那機場我們也先邀請你們中氣處的 楊佳憲副主導為我們次指 謝謝 我們台灣政務委員 還有我們在座的所有的一個 旅備的一個貴面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首先代表我們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 非常感謝各位的一個歷領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 討論今天這個社會創新 怎麼樣去離海有去 重啟於光島的榮光 這個議題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 在我們唐豐正維的領導下 我們有推動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行動計畫 那這個行動計畫 是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要去落實聯合國 永續發展的目標 那在聯合國這個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有第14項 就是探討所謂的一個海洋的一個生態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都知道台灣是一個海島國家 以前的人看到台灣就這樣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 他先看到的是這個海洋 才看到我們這個海島 所以我們是以海 以海洋的一個立國 那葡萄牙人來到台灣 他也是從海上 從海上來看到我們台灣 所以他那時候 不是叫台灣 那時候叫什麼 叫福爾摩沙 伊安福爾摩沙 也就是從海上來看我們這樣美麗的島嶼 那其實台灣是海洋之島 那同時也面臨到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海洋的一個 廢棄物的一個問題 那根據統計 整個的一個全世界 海洋廢棄物是一個最終很重要的問題 那哪個地方最嚴重 太平洋沿岸的國家這個問題最嚴重 那太平洋有兩邊 我們一邊是靠美國那一邊 就是北美北或是南美洲 另外一邊就是亞洲這一邊 這兩邊同時面臨到這個 海洋這個廢棄物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海洋廢棄物根據調查 有主要有哪些東西 我們百分之 根據統計百分之九十 都是所謂的一個塑膠類的製品 像我們的瓶罐、瓶蓋 那另外就是一些漁業的一些 一些廢棄物 環保利龍或是像我們剛去看那些 漁業的相關的一些 這個東西 所以怎麼樣去運用這種 社會創新的方法 去大家來建立一個社會 一個創新對話的一個平台 來去討論這樣解決這海洋廢棄物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會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推動社會創新這個行動發展 其實有三個主要的一個做法策略 第一個就是我們去向下扎根 我們就是強化我們在地的一個連結 在地的連結 所以我們今天也在政委的領導之下 我們親自到了這樣這個 我們在台南 我們在漁光島這邊 我們實際跟在座的所有的 包含淋沼 包括業界 我們實際展開這樣的一個問題的一個了解跟對話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怎麼樣去凝聚這個共識 去向上提升這個問題的一個重要性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強化這個產業的一個連結 所以我們也邀請了很多業界 像我們和泰集團CSR的一個部門的一個名經理 還有還有我們工作室的一個實際上在做海洋 一個廢棄物處理的一個業界的一個 我們也歡迎大家能夠用實際的在做的一個方法 來提供我們各式各樣的一個創新的方法 那也邀請到了齊輝 高月交負責人 他實際上就是在做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還有我們法人 我們素家中心的許祥瑞經理 他在這個領域也是身分的很多年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邀請了相關的一個部會 在政策方面也邀請了我們海洋委員會的這個李專門委員 那台南市政府的一個年部長 那就是實際上在在地 他在做以後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相關的一個主管的一個機關 這樣子 然後透過我們這樣的一個在地的對話 然後加強跟產業的鏈接 那甚至說我們組成政府的一個溝通力的對話平台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凝聚 去友善海洋這個環境的力量 我們也強化透過這樣的一個這樣的方式來掌出 再怎麼樣去友善環境的一個最佳的一個平衡點 那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會議能帶給大家 然後充分的一個交流跟溝通 那麼今天的會議能有更好的成果 以上謝謝 謝謝楊康主導跟我們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請唐政委跟我們致詞 好那個我一般致詞都非常簡短 因為我多講一分鐘我就小聽一分鐘 但是我想就是對社會創新這個概念 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其實社會創新跟產業創新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是大家眾人的事情 那需要大家的幫助 所以眾人支持 眾人支持 那產業創新它通常擴散的方式 是在產業裡面的研究室 或者是法人等等這些地方擴散了之後 透過專利 透過授權等等的方式 慢慢慢慢慢慢到一般的中長企業也可以使用 但是社會創新常常是相反的 就是我們在一個地點想到一個點子 覺得說大家可以一起來做些什麼 然後這樣子一個模式 就像之前的社造現在的地方創新 這些都是社會創新的一個很好的案例 就是我們在某個地方看到一個好的模範 那我們就趕快透過像現在有這個錄影啊 逐字稿啊這個線上啊 有些公民的寫手啊等等的方式 把大家在這邊談到一些初步的想法 能夠擴散到全台灣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這個模式慢慢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砸根 不同的地方砸根之後 我們的整個鋪櫃就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picture 不會再覺得說好像什麼都是我們關在台北 來決定全國的政策 而是反過來全國的政策是由在地的朋友們 共同願景所形成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後來去推這個地方創新的 元年嘛今年的最基本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並不是一個 馬上就可以做出什麼才施的 這樣子一種公部門為主的會議 相反的我常常跟公部門同仁說 我們在做社會創新的時候 我們其實只要保持八個字的這個概念啊 就是全力支持永不主導 就是完全是靠 就是社會部門跟產業部門的朋友們 來一起找出一些解決方法 那公部門第一個不要擋路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有一些就是國有地也好 或者我們制定的法令也好 造成大家的困擾 那我們趕快來這個解決一下大家的困擾 大概是這樣子的方式在進行 所以我想今天就希望大家把所有 自己想到的一些新的方法 它不一定要非常成熟 但是值得其他人參考就可以了 的這個情況去跟所有人分享 那我們一起就留去發展目標 就是讓我們的下一代 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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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代的這個環境 包含海洋跟這個海島 都比我們現在來得更好 我想不管大家在哪一個部門 就是大家一個共同的願景 那就先支持到這邊 謝謝 謝謝 謝謝鄭偉的支持 現在我們邀請我們的在地人 先邀請我們的盧執行長 我們做幾個場地的介紹 以及他今天有一些產品 告訴你給我們分享 首先我在這裡代表地主 就是在我們的地方 然後歡迎鄭偉跟所有好朋友 來到我們台南 來到這個漁光島 我剛剛也提過我是新住民 所以我老是想 我對這個地方的認識 但是當然沒有里長 還有我們學校今天來得深厚 但是呢 以我在企業的角度 或是甚至在 我今天擔任的是這個 漁泉會的一個執行長 的一個這個角色 我來看待 我所在的這個地方 可能那些 這個是不太一樣的 我在今年三月份 我為什麼會來到漁光島 事實上是因為在 我原本的據點是在二昆森 這邊是三昆森 距離只有三分鐘的路程 那我在七年前 回到台南來 我成立了一個主題館 這個主題館呢 主要做的就是 事務於產業文化教育的推廣 當然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我私領域 我自己是企業 它就是我一個很大的旗艦 給一個賣店 那我經營了七年 這七年的過程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因為我在這個產業裡面 我看到它就是面臨三老 養殖產業面臨了三老 哪三個老 吃魚的都老人 養魚的都老人 認識事務的都老人 那三老的產業 我們怎麼讓它繼續下去 所以呢我想到的就是 產業必須傳承跟教育 可是傳承跟教育 不是我把大家抓來上課 它就有可能改變 那我想到一個方式叫寓教育樂 在旅遊同時 它事實上是最容易可以放鬆 可以接送很多新東西的時候 所以呢 透過旅遊寓教育樂 我做了七年 那當然因為環境改變 所以我的房東呢 有一天告訴我 我的出約到期之後 以後只能一年一千 那每一千的就是期限一年 那一個月的房租 漲十萬塊就好 所以我就選擇 那我就搬家 那搬家好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這個時候我就遇到了我的貴人 其實我的貴人就是雨光國小 因為我在七年前回來台南 成立主題回來的時候 學校老師主任去找我 他說如果可能的話 希望我們來認押學校 因為當年學校招生 新生人數是零 他找不到新學生進來了 那學校超長很大 超長得很快 所以缺人缺錢可以做這些雜物 我們就任養了學校 那任養了學校之後呢 學校裡面有個海洋資源交易中心 他必須舉辦很多的海洋課程 透過課程讓外界的家長 讓外界的人知道 這裡有個學校 願意把孩子送進來 那一堂課兩百六十塊 那那個主任 兩百六十塊是以前的 今年聽說三百二 那就是他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協助企劃 執行很多的課程 透過這些課程讓外界 願意把孩子送進來 在今年暑假之前 這裡有八十七個學生 兩個學生是本地的 那八十五個都通過這套橋送進來 所以要改進學校非常認真 願意努力去把這個進行成更好 那我們只是起了一個頭 那這個過程 我們就跟學校結下了這個善意 所以在我這次要搬家的時候 學校就幫了我的林肯大 他們問我說我要搬去哪裡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搬 我也不知道搬去哪裡好 他說那你為什麼不搬來漁光島咧 漁光島這麼漂亮 我們對這裡這麼熟悉 你應該搬來的 我說我怎麼搬來 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都是國有 我如何搬了進來 他說來找里長 所以這個里長 第二個貴人出現了 里長知道我們的狀況 認同我們的理念 所以他就積極幫我找地方 找了剛剛那個地方 剛剛上面那個高級鐵皮物一洞 就找了那個地方 那那個地方找到之後呢 老實講我自己心裡是 非常難以接受啦 因為原本的地方 說它是大別墅也不為過啦 但是就是一個海邊的小鐵皮 那我想到其實人生涉及是空嘛 一切都是空的都是假的都是虛的 如果我是真的有價值 我想我縱使在山邊海邊 客人還是願意問而來 來了之後呢 才是問題真正的開始 來了之後才知道這裡 土地是國有的 所以呢 社區裡面的居民開始我們就要去融入協調 然後土地更是一個大問題 土地裡面呢 開始運作了 開始去要做建設的時候 發現裡面很多的廢棄物 這些廢棄物在漁溫 我們這個地方 宜家來過嗎 宜家來的時候 這裡還是廢墟啊 我們拆掉了 就有了倒塌的房舍 開始建設 一開挖之後 裡面很多的建築的廢棄物 很多雜七雜八 你想像不到 想像不到的都在這裡 那我不知道它怎麼來的 但是我們花了很多的功夫 再把它清運走 那開始在這邊我就發現了 這些的漁溫的存在 其實它是 又是衍生某種的問題 我們靠海 親海 我們要靠這個海來滋養 可是呢 如果海的羊的資源越來越匱乏 如果有可能的話 我們應該透過養殖 來達到一個很好的平衡 可是養魚的人老了 飼養的人老了 如何讓這個海 讓這個漁溫 能夠要有新的生命 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開始積極努力去想辦法 如何可以讓它 還有一些平衡可以出現 可以再回來 方法是什麼 我還在找 說真的我還在找 經過了半年 我知道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還在找 我們也很希望透過這樣的平衡 讓海人真的可以得到一些和諧 那我們今天議題是談海費 在座有些人桌上有了這個藍色的小袋子 這個藍色的小袋子 本來應該每個人桌上都要有一個 其實它裡面裝的是這個 這是我今天準備 剛剛熱騰騰 剛剛從那個工坊送來的 它是廢棄的魚網 我們做了一個魚網包 我把它叫做 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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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那他們就說如果可能的話 他們可以做一些包包到我這裡來 那我說你也做包包 他也做包包 大家都做包包 可是這個包包賣給誰呢 都是做包包的就很衝突了嗎 那沒有這樣的這麼大的市場 那如果可能的話 我們是不是來結合這個地方 做一點不一樣的包包 那剛好我手頭上有兩袋廢棄的魚網 我說媽媽們我們就來試試看 如果能夠透過魚網 我們結合佈置品 我們做出一個新的一個網包 那因為這個單位他們背後就是 協助這一些弱勢的孩子做客戶的安親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透過廢棄的魚網 許孩子一個新的希望 那我覺得這個魚網它的再生 有更多的希望可以讓這些孩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那我就開始積極去找魚網 所以我找了魚鋼索 找了很多的單位 去跟他們要了很多的魚網 這個網子有大有小 網目不太一樣 你看這個綠色跟白色 它就是不一樣的網目 對 那為什麼每個人桌上不能都拿到一個 其實我裡面是有的 但是呢 這四個是壽國錦除我挑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工廠一早送來給我 他跟我講說 我發現了一個大問題 我一定要讓你先知道 我說什麼樣的問題 他說這個網包 一拉扯 他花了那麼大的功夫 他車好了 但是一拉扯 他就會掉了 為什麼 因為這上面有網目 這個網目如果他剛好車在這個上面 他就會很牢固 可是他網目很大 如果我們採檢的時候 因為做一定是有一定的規格尺寸 每一個都是手工去採 採出來都要一大 大小都要一致 可是呢 網子是會跑的 弄弄馬 野兆 跑了 如果他採的位置 剛好是在這個直線上 不是在網目上 他就容易車好之後 一拉扯 他就虛掉 所以我們來了三十個包包 最後只剩下四個 可以留給四位 所以你們是我們的希望 希望 這很重要 其他的 本來應該給你們的 衛後 留下資料 我們再一一寄給你 好不好 好沉重 很沉重 你看 這麼沉重 費了多大的勁 費了多大的勁 做出來 你知道這個魚網多臭嗎 你知道我那個位置下面 櫃檯下面那裡 我特地去撿了魚網 真的有夠臭 那是洗過的 我特地留一袋在那裡 好的呢 挑去做這個網包 然後做完之後 他直接送來給我說 我一定要告訴你 沉重的消息 我們 剛剛在那裡挑 我同事說 真的要扯嗎 一定要扯啊 裝了東西之後 就是一定要扯 這四個扯過的 再扯一次 不過呢 我想 就是透過這一個 這個議題 這個做法 我想 我們還有更多努力的空間 那希望今天大家來 一起許我們 許我們 孩子一個未來 許我們一個希望 讓我們有希望 希望 謝謝你們 我佔了太多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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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導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請回 余光里的大家長 林立峰理事長 為我們分享 他在余光島的所見所聞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中文 還有各舉室的代表 我比較不算言辭 大概講一下 余光島 他本身 他以前叫做古名 台語沒關係 半台語半國語都過了 以前是三文森 因為大家知道 應該是以前 以前 他以前是一些 雞砂 一個沙丘福島 那時候 進入一輩 兩周 以前一根星 就在老家 那種 安民古堡 二根星 就是我們現在 三根星 四根星 一直過 這根星就是家庭 那種 比如說 以前 我們是 我是在農甘國小四根星的 我國小 讀四根星的 不是我高拐 全校 是因為 學校名字那一回 所以第一間 我讀的是農甘國小 第二間 因為開闢三角 所以不可以過 所以那時候還坐牌子 那時候我坐牌子 那時候我坐牌子 那時候我們 我們唐姐 結婚的時候 穿牌子 還坐牌子 那不認識 那個人沒有看 你知道嗎 來 因為開闢三角 所以後來 我去西門分校 他那時候 漁港分校去好了 他不夠 學校人數不夠 所以他要掛牌 所以他去西門分校 西門分校處理的時候 我剛才說 要做這個旅港 所以要開闢 他在這個 98年前 去漁港大橋 漁港大橋 去的時候 他的所屬單位 還不敢回來 並西門分校 西門分校 西門分校好 後 又要去這間 漁仔國小 所以現在 又要去秘宅分校 所以我去西門分校 所以我去西門分校 比較比較 反正 三星 他是對那個 南平出列 來後 有八平出列 現在 漁港大橋 南平出列 不然還要去西門出列 因為西門出列 所以還要去那裡 這裡 這裡代表 我們漁港里 兩百十三戶 因為這裡是兩百十三戶 沒有啦 暗進可能剩下差不多 百十二戶 因為這裡 有這個經濟效能 所以有一些年輕人 都搬出去 比較好賺價 因為以前 在這個 八十年代秋冒 的時候 風須勝時期的時候 那時候 到時候 我們車有到二十隻 遊客室七八萬 我們家的社區 因為我們的社區 是天中大 就算我們的 沒有十九頭 其中一角頭 所以我們的經濟來源 都刻意地停車到 一台歐洲公司五戶 拿的錢都在廟裡 如果有待在社區 去結社就有 這因為 這有沒有經濟技術 所以如果要照顧委員 很難照顧 因為你的經濟 來源就是要照顧委員 還可以給我一年 兩百二戶 貼油費錢 比較有夠 所以就是說 慢慢的 明國大人說 因為有這個人潮 有潛潮 所以如果有人在賣 包括 魯總現在也在賣 多方面 如果有些單位 在賣 可能 如果有一個 譬如說 一日有 事務主義館 還是 還會有 所以說未來 建設化有單位 魯總是 它的土地面積 大概是 兩百公尺左右 那 它報名是 九十五都公有地 公有地 我們包括 領館處的 這麼多的領館處 海邊的 港口的工務公司 有部是國有殘屬的 還有一些公有地的 所以 百分之十 比較領館處 你看 宜光橋 北朝這區 只有一年而已 村的 我們的社區 身體都在南邊 可是南邊 不知道 部落是誰 所以都在裡面 所以 遊客人都在宜光橋附近而已 所以未來 如果有機會 因為宜光橋是一個 可以說離 這些城市 相對近的地方 所以我也不知道 這台城市 太過分 破壞 在兩年前 公務局 他原來要去這個 看港橋 我就推翻了 他說 因為他要輸出 安平的車流量 我說車流量 留在這裡 電動 他說車也是貪 所以那時候 美光橋就沒有做 搞不好想要做的 成品都看過 用完 所以 你如果美光橋 看港橋做的時候 可能那些木馬龍會砍伐 所以那些生態被破壞 所以在我的原則下 我不喜歡這個生態被破壞了 如果低度的開發 是可以 因為冷凍的話 可能要做一些公共設施 比如說公共設施 公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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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當地改變 有它的困難情 公廁 普遇 god 公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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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頭要一百公斤 他當然要廢水 我說你膽在投訴嘛 你膽在投訴 你也一個人在觀念的時候 看國務員幾乎來改善 這裡 至於漁廢的部分 以前這裡都飼餘 飼餘就是因為 港公司經燒 所以沒有三餘餘 還要有鑽餅做鵝 飼餘因為 當然飼餘到金木前 因為金木開完這個觀光 所以就是說 由那個觀光和產業 要怎麼結合 當然這裡也沒關係配合 因為他沒有第二手 他就能飼養鵝 有飼養也很辛苦 他是飼養 飼養、飼養、飼養 都飼養、飼養 我本身也飼養鵝 四點半就要去飼養 不光更高也要出門 飼養更高也要出門 人家說 飼養三餘名 飼養吃飼養就是這樣 以前是飼養比較進步 以前是飼養都用飼養飼養 用飼養和飼養 都沒有飼養 所以現在 飼養有進步了 在鵝飼養產業 有一些影響就是飼養和飼養 飼養的部分 因為飼養飼養的時候 飼養飼養保養 他現在也有跟一些教授水者 有在飼養取養品 看這個飼養可以飼養 比較不會應用 因為飼養當時 他的飼養 衝擊到的時候 他有瀉瀉 所以有被汙染海面 所以 有現在公布 有配合說 看要怎麼改成這樣 也要重量說 這個產業和廣告 是要怎麼結合 醫藥化 大家有幫助嗎 這也是要再說一下 代表飼養飼養 才代表 歡迎大家的利益 謝謝 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也請我們 余光分校的張主任 也為我們簡單分享一下 他的所見所聞 鄭偉還有各位長官 各位來賓 大家好 我是漁光分校主任 張景月 今天8月1號 才來到漁光島 然後來到漁光島 我就愛上漁光島了 因為這裡有天然的大海 還有天然的那個防風森林 一大片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個防風林 因為它主隔了高鹽分的海風 不然其實學校裡面的一些設備 還有建築物其實都會秀使 會破壞 所以在這邊也可以提供各界的人才 來幫我思考一下 就是說如何可以改善學校秀使 在海邊學校秀使的建築物跟設備 這個可以如何去改善 那這邊 因為我的貴人 也是我們漁光里的林里長 還有我們思慕魚主題館的盧總 他們兩位幫忙我許多 可以讓我8月份來到漁光分校 就可以讓我們漁光分校上路了 而且我在上上個禮拜吧 就10月中然後去到新竹參加我們海洋教育成果 那我們在台南代表台南市參加 那我們台南市就榮獲了這個 各縣市推動海洋教育的特幽 就是在這個部分 包括這個海費如何去跟教育結合 還有生根課程這個部分 我們還有縣市跨縣市的推動結合 我們都落實的非常的 推動的非常的精彩 那在這邊就是很請各界的人才 可以多多的來協助 還有政委這個部分 能夠來幫忙 以上謝謝 謝謝 這是我們剛剛昨日的分享 那我們在提完我們三位在地人 他們的分享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聽聽看我們政府機關 他們在海費這個問題上面 他們 聽聽我們政府機關 他們在海費這個議題上面 他們的所作所為 那首先我們會先邀請馬來包淑德里 專偉為我們做一個分享 政委還有副組長還有各位夥伴大家午安 我今天我覺得我發現我穿錯衣服 我應該穿黑客鬆的衣服 是因為我們有去參加過海院的一個 海波浪也是講海費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沒有進前十名 但是我們很希望再接再厲 從頭再來 這就是顯示說 我們其實海委會對這個海費的議題 是非常重視的 那今天我們就來講那個海費治理 跟海洋減費 我們海保署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那首先還沒有進入我們的這個簡報的時候 我們就先說明一下 海費治理平台其實實際上在環保署 在106年的7月 他就那時候是應該是 詹副組長他成立的一個 跟NGO大概20個團體 12個團體成立一個海費平台 那在107年的 107年2月他有一些行動方案出來 那這些行動方案就包括這四個部分 源頭減量跟研究調查 還有預防移除 還有擴大合作參與這四個部分 那我們海保署是在107年的9月 參加第七次的一個會議 那跟我們有關的大概就是 研究調查跟預防移除這一塊 所以其實海費這個部分 有包含源頭跟後端的處理 所以我們以後這樣子談這個海費議題 是建議環保署必須進來 因為他有一些在利用的一個部分 有可能涉及他們的環保法規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公布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 環保法規如何去幫忙這些在地業者 就是一些業者去處理這一塊環保法規的問題 好那再來就是 我們有一個 我們在去年有做一個簡報資料 就是有關於那個 用英文版的 我們想要做到國際去 所以我們一個英文版 但是這個10分鐘 我只有10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只能用講的這個部分 等一下大家可以討論 可以會後自己來看 那今天的報告呢 大概有分為海底漂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邊是海漂底 那有關於海岸的部分呢 因為現在目前淨灘的部分 還是屬於環保署 所以我們在海保署的部分 是針對海漂跟海底的部分來做處理 那就是海漂底廢棄物的一個監控跟清除 還有回溯在利用跟去化的部分 那國際合作也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些海洋交易的一個推廣 那在監測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是想要了解 哪一些是海費的一些熱點 那我們要了解說 這些熱點是從哪裡來 我們才能去解決 解決源頭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監測現在是我們 最想要去做的一塊 就一塊的那個一些行動 那就是要把這些監測 把問題找出來之後 我們針對問題去做解決 那就是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簡報的那個 簡報的那五大區塊來 共同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邊提供一下在ICCC 就是 那個民間團體的部分呢 他在104年就有做 有關於那個淨灘的這一塊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104年到107年喔 那個比較有應該是算是說在淨灘這部分 有三個有三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就是有關於飲料廢氣物的部分 就是有包含那個吸管 所以叫吸管 還有食品的廢氣物的這一塊 還有漁業廢氣物這一塊 還是比較淨灘的時候發現了這些海費的問題 那在104年呢 到107年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就是有關於飲料就是 譬如說杯子啊還有吸管這一些呢 有逐年上升的一個情況 那在漁業廢氣物的部分是有 到104到107年是有降低 所以呢環保署就是參考的ICCC 它在今年109年的7月 108年的7月 它有一個限制限用塑膠吸管的這一塊 所以它就會參考這樣子定定一個相關的政策 那在那個四季調查的部分 七個NGO包含Greenpeace跟那個荒野的部分 在107年的7月到108年的4月 也做這樣子的一個快篩 那發現有大概各位可以看一下紅點的部分 就是三個紅點是比較嚴重的部分 那在塑膠毀利調查的部分 有黑潮文量基金會在去年的導航計畫 有做這樣子的一個調查 還有牧師海漂垃圾的一個調查 海洋大學也有做這樣子的一個調查 那我們海保署呢成立之後 我們是去年4月28號成立的 那成立之後呢我們有做這樣子 針對這個監測的部分 我們有做海漂垃圾調查 那這個就是跟我們海巡署一起 一起共同去海上做海漂垃圾的一個調查 還有我們有一些衛星搖撤無人機的載具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海灘的一個 或是海上的垃圾的一個監測調查 那在塑膠毀利的部分呢 我們今年也跟黑潮文教基金會這邊 有做南部12個區塊的一個塑膠毀利的一個調查 然後我們也自己每一季都會發布海廢地圖 同時呢我們也擔心是說環保署在 應該不是環保署 應該各個地 各19個領海縣市有69處的冰海掩埋場 那這些東西這些冰海掩埋場 是不是沒有做好防治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垃圾直接漂進海裡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今年的 今年的部分也針對69個掩埋場 我們有做這樣子的一個全面訪查 那有問題的部分我們也請 就是喊請環保署轉資相關的單位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處理 那在海漂底垃圾 廢棄物清除的這一塊 我們有補助零海19個縣市 來做一些廢棄物的處理 那包含在107年呢 總共清理了499公噸 那在108年到9月為止 大概1020公噸左右 那清理最高 這些19個縣市清理最高 大概就是新北市 他們清理的噸數是非常高的 那台南台南好像清理海比較少一點 所以這邊我們這邊都是針對近海的部分 近海的部分是沒有算的 近海當然有它困難度 不是說應該有限於 應該是人的因素跟天后的因素 不是像近海那麼簡單 那在港口的部分我們也擔心是說 港口的部分如果沒有管理好的話 我們就可能就會有一些污染的問題產生 所以我們在107年的11月2號 我們有邀請包括軍港 就是軍港、商港還有漁港管理單位 我們來召開一個會議 那這一點商會就是請這個港口管理單位 你會落實它的一個環境性結構 廢棄物餘據的一個管理 那在艦隊我們有一個環保艦隊 各縣市也有一個環保艦隊 在環保艦隊呢 到目前為止大概是 各縣市成立的大概2300多艘 那就是希望利用這個環保艦隊呢 把漁民在作業的時候 產生的一些廢棄物能夠帶回來處理 不要直接丟到海上去 那在人體潛水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有提供環保網帶 然後我本來想要把環保網帶帶來 但是一個非常大的網帶 那這個網帶就是可以提供民眾 就是潛水團體在進海的時候 能夠帶到海上去把整個海裡的廢棄 或是海上的廢棄物都撈回來 然後做這樣子的一個處理 截至目前為止呢 大概清理海洋廢棄物大概25公多左右 那在海漂收集器的部分 我們在今年6月的時候 在八斗子漁港有示範一個 就是海廢收集器 對 海廢收集器 那就是 就是希望能夠把這些海漂的廢棄物來收集 然後看它這些收集器它的效能如何 那是不是能夠廣泛應用在每一個漁港 那在利用跟去化的部分 這邊大概等一下還會講 這邊是講漁網 等一下還會再講保麗龍的部分 那漁網的部分呢 大概台南到台北到新北市的萬里 大概是以流氏網比較多 那台東到宜蘭之間大概是 定氏網跟托網比較多 那遠洋的大型漁網是以高雄跟平東比較多 那現在漁網的管理機制呢 就是漁業署那邊也有補助縣市 在進行郊區複網的一個清除 然後呢 也希望說 參考基隆市跟新北市 將漁具納入實名制來做一個規定 那這個就是漁具實名制的一個 就是一個現況 那在回收再利用去化它有一個困難點 有一些困難點 在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就是遠洋大型的尾網呢 大概是屬於單一的迷龍材質 所以應該是價格是比較高 所以已經有初步的一個收購的系統 那近海小型漁網呢 就像剛剛我們在地的 在地的人 我們的那個 他就是小型的就會比較醜 而且因為放在海裡面 他們有一些蹄谷還有一些海藻 那撈上來之後就會經過曝曬之後 就會產生這些味道 所以這個也是影響回收商財質 就回收的一個意願 所以它還是有一些去化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辦法回收再利用的部分 我們就是要進入風化廠 但是進風化廠又有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裁切到30公分以下的 的一個網片的話容易加強 就會影響到風化廠的一個壽命 跟它的一個操作 那在那個費用這個部分 它有分 它回收再利用就有分化學回收 跟物理回收 那化學回收它是比較豪貴 但是它的品質比較好 那台灣化學纖維 部分有限公司在109年 它就會成立一個新的一個回收廠 那每個月處理的量大概300公噸 那這個部分我們很希望它能夠 就是成立之後能夠解決一些 我們有關於廢棄漁網的一個去化的問題 那再來講海費保利龍的部分 海費保利龍它大概就是 現在台南這邊比較有問題的 就是客家跟保利龍服務具 還有像金門馬祖跟棚木 大概就是屬於大陸福建省 跟廈門沿岸的一些嚮往養殖 像我們有去年去過福建 那整個海域全部都是養殖那個昆布 所以整個都是保利龍 都一片都是白白 很多白白的那個點 這個都其實是一個污染的來源 那這個處理上真的是蠻頭痛的 所以台南應該來講是 1、20年來應該對這個問題是很蠻頭痛的 都有在做這樣的處理 那這邊是以台南市做一個管理的機制 就是現在那個台南市有一個自治條例 在今年10月開始 他們必須就是在保利龍的部分 要有外層的一個包覆 要包起來 如果沒包起來一盆 好像是罰款1萬塊錢 我記得是這樣 然後在6月底之前 就是要將整個科棚 推回到個部地的區域來做回收 那在我們台委會呢 在今年他有做這樣子的一個補助 就是有關於研發的部分 是大概補助了200多萬 那在那個補助的推廣部分 大概是補助100多萬 那剛剛我們里長講的這個材質呢 就是聚乙烯 還有發泡聚乙烯 還有高密度聚乙烯 就是有這些三個材質去做新的方式去做研發 那目前保利龍的困境就是 因為我本身是做環保的 然後我也曾經 我家是在澎湖 所以我是澎湖長大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處理保利龍 其實是蠻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財積太大 尤其澎湖又是一個領導 他怎麼運到台灣來做處理 這個是都是 他必須要付相當高 就是比較高昂的一些運輸費用 而且處理他其實回收的那個 那個 講的太快了 然後就是 那個 其實他們現在的客架的部分是有在 客架的那個竹子是有在做再生碳的部分 那保利龍的部分是大概 也都是進文化廠去做處理 所以這個其實是 動用到漁管所那邊蠻多的經費 那這個部分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小光華科技他有一個針對海廢保利龍的一個回收再利用 而且他還推了一個Seahold 所以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那國際合作的部分我們有APEC 還有雙邊會談跟多邊會談都有這樣子的會議在討論 那在海洋教育的部分呢 我們在去年辦了 2018年國際海洋廢棄物治理的一個研討會 還有2018年的海洋保育的一個研討會 那同樣我們也做了想海歸的逆本 結合廉政跟海非的環保議題去來做這樣子的全面推廣 海非的問題呢 不是只有海保署跟就是在地的政府 其實實際上有相關很多單位都必須要包含環保署 林務局水利署等等 這些單位如果能夠結合在一起 我們相信我們的海洋會更好 以上謝謝 謝謝 來為我們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請環保局的連鼓掌和分享環保局在海非議題方面的努力 好 委員 那各位在座的先進跟長官 我是那個台南市政府環保物局的水域及都管理科 我是連運程 那接下來就是來分享我們台南海岸的美麗與哀愁 那首先前沿 那我們就看一下我們今天來的目的呢 就是要給我們一個海中的生物 恢復它一個該有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的台南的特有特色 黑麵皮露 佔了全台灣的一個60%的數量都在我們台南市這邊過東 首先來說明前沿的部分 那台南的海岸線總共有69.3公里長 那其中甲列海域的話是從巴掌溪到正溫溪 那甲列海域的話是從正溫溪到二人溪 那甲列海域的水質是屬於最優良的一個水質的部分 那我們的總共有七個漁港 分別從北到南就是北門 柯寮、將軍、青山、下山、四朝、安平等七個漁港 那還有一個最南邊的一個安平山港 七個漁港一個山港 那在ESID的部分呢 我們台南也是得天獨厚 我們有大概細沙灘的海岸 佔了75.5%左右 大概有52.3公里 這算是我們台南一個美麗的一個 海岸的一個情景 跟它的地理環境 那接下來就是探討我們比較深層的一個海洋廢棄物的問題 那所謂的海洋廢棄物的由來 其實一切都是人 我們人類造成海洋廢棄物的一個 它是最主要的來源 那就是說我們一般在陸地上 等於是你在大概平常生活娛樂幹嘛的 大家不要小看說 這個隨便丟個垃圾在地上 其實現在你現在的暴雨型態 它很快就把你這個垃圾 衝衝衝到海裡面去了 對啊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在你的生活當中 還有你的周圍所有的人當中 你都要隨時的觀察 隨時的勸導 請大家請所有的人 你們不要輕易把垃圾拋在地上 垃圾盡量就丟到垃圾桶 讓它去縫化的處理 它就不會流到我們的海裡面 污染我們的海洋 那海洋廢棄物的一個分解 大家看一看 玻璃品很可怕 它幾乎是沒有辦法分解 你看釣魚線要600年 塑膠品450年 這個是難以想像的 那我們再看看 這些和我們有關係嗎 絕對有關係 這些塑膠 這些任何的所有的化學物質 它分解之後會變成小碎片 你看不到的一個狀態 通過食物鏈最多是回到我們餐桌上 我們大家都有可能會直到肚子裡面去 那至於我們台南市對於海岸的保護行動方面 剛剛有強調的 我們除了在海邊 還有我們的環保艦隊 近海跟聯合打垃圾 船舶處理垃圾的 還有岸基的設施之外 這是我們目前台南市 有在做的相關的這些垃圾 路源上的跟海源上的一個 垃圾減量的一個作為 那在一一詳細的介紹的部分 就是我們在108年的一個淨灘成果 我們大概發動了4千多 4千7百人次的公司部門一個合作 我們大概清出來的飛機物有8公噸左右 然後資源回收物大概有1.5公噸左右 那這是我們一個辦理活動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的部分 我們還有針對剛剛我們海保署的長官也講到就是 在海水裡面的垃圾其實是最難清除的 因為現在我們沒有先進的科學機具 可以去清除海底面跟海面上的垃圾 那個比較困難 那現在暫時的話 我們是先用人力的部分 派潛水員下去 調查一下我們台南沿海的一個 比較海底面垃圾比較集中的地方 那少部分可以用人力拉起來 就拉起來 順便做個調查 那其中我們針對的重點部分 大概就是在馬燒溝海灘、江峻漁港、 關係平台、漁光島、岸平山等、岸平漁港部分 這是比較重點的區域 也是潛水人員可能比較到達的區域 也是目前的機費來講成本比較低的一個調查方式 那我們在對於海漂垃圾 就是從海水裡面 包括海面上、海底下 我們大概106年到目前108年為止 我們大概清除了廢棄物 大概有1100公斤左右 那相關的這些特性 大概就是一些寶特瓶、塑膠瓶這些 這個為大宗 那就請各位先進再參考一下 那路原的垃圾檢量部分 一樣是因為在政府公部門的經費 並不是很充裕的情況下 我們在有限的經費 我們盡量在那些主要的河川和河面上 就攔除一些河水裡面的一些垃圾 大概從107年到現在加近兩年的時間 也是大概有攔除 撈除了大概4783公斤左右的一些垃圾廢棄物 那另外剛剛我們海報署的長官 那個專委他有提到說 我們的一個那個 養科的廢棄物管理的前海的牡蠣養殖管理 這是條例部分 我們從今年的10月1號開始 已經正式公告 所有的養科的保麗龍一定要包覆那個 那個 那個 防護網 那如果沒有照防護網包覆的話 就是會法醫用快法管 其實但是我想跟各位委員 還有跟各位先進長官報告 其實防護網它並不是最好的解決方式 它只是一個暫時延緩保麗龍破碎的那個時間 這只是暫時一個措施 目前糾結的措施 那未來還是要透過各界的先進 想幹嘛再找到一個 完完全全可以替代保麗龍 不會產生這種後遺症的浮具 還是我們未來的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那這部分就是我們現在有持續在推動一個 科價的回收 在早期還沒有再上回到的時候 科價在偏顧我們台灣海運其實蠻嚴重的 但是這幾年通過市政府跟各界的一個關注 我們大概已經有大概幾乎可以回收到 大概99%的科價了 那剩下的就是可能是因為天災還是什麼其他不可抗議的因素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回收 那我們目前的改良浮具的剛剛講的包覆黑網 那浮具大概使用率已經提升到51% 那我們希望這個公告這個條例以後 明年可以達到接近提高它的一個使用的比率 那這個另外就是介紹我們透過結合民間一個環保艦隊 那就是說希望透過這些環保艦隊 它在海上作業還是海上生活的時候 它可以把海上的一些垃圾飛去帶回來安邊 那目前台南市的話大概有總共成立大概300艘左右的環保艦隊 那我們另外環保艦隊部分 我們為了達到一個宣示的作用 我們結合了環保局、農業局、漁管所、海委會的一個海巡署跟環保艦隊 我們就是一個宣示性的去年到現在 我們都去聯合去出動艦船去外面 這種一個宣示性的撈出一個海上的垃圾 那接下來的部分我是覺得這個地方是最重要的 因為現在所有的在海上的或是在暗季的生活這些漁民 不管是漁工 如果大家有去漁港仔細觀察到這些漁工 其實這些漁工他們在漁船上靠海邊的生活條件是非常的艱苦 你可以發現他們的漁船上面 他在那邊過夜生活的時候 他的漁船上面居然沒有飲水設備 那沒有飲水設備他怎麼辦 他就是去買一些包裝飲料、罐裝飲料 啤酒啦啤酒什麼飲料 喝一喝以後怎麼辦 船上沒有垃圾桶 也沒有人願意去處理這個 他就拋了 不管是他丟在船上還是丟到海裡面 他丟到船上因為海邊風大 很快就吹到海裡面去了 所以在我們的漁港的那個 港口裡面那個海水上 就很容易大家可以仔細地去觀察 人有這些東西 那這個也就是說我們透過政府的部門 看是漁業部門還是說環保部門 還是我們的上級大陸海委會的部分 還是當地市政府 怎麼樣來規範這些漁工 他在船上生活的這些支持跟資源 然後怎麼樣規範他們這些 不要去隨意的把他們的東西都拋在海裡面 那我們台南市呢 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以很少量、很有限的經費 我們買一些衛生紙 就提供一些衛生紙、洗碗金 這些在漁工、在漁船上生活的BWC品 拜託他們在漁船上待一些垃圾 他垃圾我們清潔隊會派清潔車出來走走 然後這些資收入平平光光的 我們就趕快兌換衛生紙給他 從去年開始 大家就開始有這個蠻有越來的情況 我們是先在安平港這個部分先開始兌換 那我們希望未來以後就是能有經費 來支持我們繼續這樣做擴大規模 這樣的話這些漁民、漁船他們很願意環保見證 很願意把在船上所有的這些資收入通路帶回來 曾經發現有漁民跟我們抱怨 那他們撈海底漁網下去撈起來腳踏車 然後到岸上沒有人要處理 沒有人要處理,大家都傻眼 那以後他想說 那我以後就不要再帶回來岸邊了 免得你們困擾,他也困擾 我會說這是希望能夠透過長官還有各界的一個智慧 我們想辦法以後來解決這個部分 那最後就是在漁網的在地用部分 剛剛我們的先進在地的還有我們展哥都有提到 那我們目前打算未來跟我們在地的一個 那個以恩的官邁協會 我們以後從環保見證收費的漁網 我們在免費提供給他們 讓他們來製作一個環保的一個購物帶 這樣子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的一個 就是跟我們一直搭配合作的一個海洋還是河川的保育志工 我們的真理大學的一個陳瑜軍副教授 像我們剛剛前面看的那些海底很漂亮垃圾 潛水下去拉垃圾的人 就是我們陳副教授他領隊 帶著他的團隊去我們台南的一個海岸邊的海底 幫我們調查跟撈出一些垃圾上來 那他有榮獲一些教育部的一些海岸 教育的一些特優的一個情形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從106年到現在呢 我們都是辦了一些民眾啊 兩千多人啊 然後還有本市的學生 國小到大學一些教育宣導 還有台江國家公園辦的一些生態課程 提升民眾的一個宣導 一個對保護良意識 那我們本身台南市環保局 我們還有在我們的編專一些中文 英文、印尼文、越南文等多國語言的文宣 就發送給這些外國的漁船、漁工 那請他們就是盡量不要把 隨意的把這些垃圾跟MHU丟到海裡面去 那我們環保局在陸地上的一個 減縮的一個政策 我們從105年 推動所謂的代代相傳 就是由各個各界人士、各界民眾 他們捐助的一些環保貨物袋 放在SAVEN啊 一些便利商店 讓民眾免費拿去使用 累積到現在 大概可以重複使用了五萬多次的一個塑膠袋 等於是相對的 減少了五萬多個一個塑膠袋 進入海洋的一個可能性 一直到106年、107年相關的一些政策 到108年的這些 所謂的減少一次性的塑膠類的使用 是本群環保局一直在持續推動的 接下來就是捷雨 我們今天在座的在委員還有各界長官先進的話 我們就是希望我們的目標 在海洋垃圾停除 青海活動辦理還有源頭減塑 尤其是推動在政策上的一個減少塑膠 飛氣物的產生 那它就可以減少進入海洋的機會 那另外推動環保艦隊的工作 將海洋飛氣物帶回岸上處理 我們就是要擴大它的一個獎勵機制 減少這個廢氣物跟垃圾 進入海洋的一個機率 希望我們大家能夠一起朝著海洋垄去 共人共生 目標派進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林組長跟我們分享環保和環保局 如何結合中央部位跟民間資源 去共同推動這個減費的活動 那我們在聽完那個海保守跟環保局 他們在海岸行動的努力 以及海費議題的努力之後 不曉得各位先進有沒有什麼想法 要提出我們交流分享 我們桌上其實有一個Cue我 如果真的大家想要發言的話 可以舉個開會一下 然後我們會滴麥克風給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稍作休息囉 那我們桌上有一個小點心 有一個中式的錢餅 跟一個洗手們心痛企業的一個法式小點心 所以大家可以趁心先使用 那我們休息大概十分鐘再開始 下面的社會重心面的一題 謝謝 各位今天提供的點心 是我們台南的冬天餅 吃冬天給你賺大錢 這個很特別的 它跟太陽餅不一樣 它裡面的內餡是我們的黑糖麥芽糖 所以裡面是軟的外面是酥的 試試看還不錯的 台南式的下午茶 很重要是再來說 其實教育 就是小朋友的教育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其實除了這個回收之外的話 其實我們也舉辦了一系列的活動 包含怎麼樣讓你起來 玩具復活幾類的概念 你的玩具你已經不用了 你怎麼樣再讓其他的小朋友 也可以享受到這個玩具 另外我們也透過小小祭司飲的部分 讓這些小朋友可以去做一些二手玩具 一些設計課程 整理完這些玩具的話 我們再透過傳愛背包的部分 把這些玩具送到偏向去 其實這個部分有一個關鍵 就是說車主有參與到這樣子的活動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其他人或是對這個環境是有幫助 因為畢竟你玩具如果可以 應該講如果再利用的話 基本上我可以請找一些 以後的一些飛行 所以其實這個車主的反應蠻好的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就會帶到其實跟今天比較有直接相關 就針對海岸線這個部分 那主要分享兩個 我們這兩年半的其實還蠻盛大的活動 那第一個就是守護海岸線活動 就是我們的一車一速 那這個應該是從兩年前 2017年4月開始展開的 那這個我們跟林務局 跟慈禁有機農業發展經驗會合作 那我們那時候的訴求就是說 如果你買頭台一台新車的話 我們就幫你種一棵樹 我們共同來保護這個海岸線 那其實這個活動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一些說明 還有一些特色 就是說我們設計一個網站 就是說當你買車之後 事實上你10天後就可以去查你的 就是你專屬的那一棵樹 所以跟剛剛那個有點像 就是說又有所謂的專屬感 車主又有融入到 那你可以 車主你可以自己去命名 你那棵樹想要叫什麼名字 那你也可以報名參加說 我要去種 我要去種我自己的那棵樹 你也可以去報名參加 那其實這個活動 之前我們總經有提過一個更crazy的idea 就是說 那可不可以直接 我可以 我種的那棵樹 你是不是有直接的camera 我可以直接看 它是不是有慢慢的成長 那因為這個其實也要花一些 cost的部分可能比較高一點 所以最後它沒有實現 不過其實這個活動的話 就是車主可以自己參與 那我們當然也是透過一些影片的一個宣傳 或者是微電影的宣傳的話 讓越來越多的車主 他可以去參加這樣一個活動 那在下一張這邊可以看到 大概這幾年 然後我們從17年到現在 其實在今年的4月的話 我總共大概已經種超過20萬顆了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當然就有一些像 底碳的一些成果 那已經一些我們網路的一些活動 那這裡有兩張照片很重要 其實會呼應到我剛剛講的 這個是剛剛我提到六大本部裡面的 其中一個管理本部的本部長 就是我們那個就算是CDU的Hack 那這個是車輛 Toyota車輛銷售本部的本部長 也就是說其實這些活動 大家都有看到我們的高層 都會就是聖煎四祖去參加這樣的活動 去帶所有和泰的同仁 關係的同仁共同去參與 那除了這個活動之外的話 其實今年最近的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今年在9月8號的時候 我們在全省15個領海縣市 那我們同步 同一個時間我們展開一個 就是16個地點的一個同步進灘 那像台南的部分 我們選擇就是宇光島的部分 共同去做一個合作 那當天的話其實我們也結合了 就是NGO的部分 就是我們是以保測品一支10塊錢的話 我們選給就是台灣環境協會 那作為後續的話 像包含像教育 然後有些像一些資訊傳播 或是掩埋場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像源頭去看到的 減量的部分 就是掩埋場的部分去做調查 那其實這裡有一個影片 大家可能之前有看到 就是我們當初一個宣導影片 那其實這個也很重要 我們中間這個主角 穿得像金車舞 這是我們黃董事長 那我為什麼剛剛講 高層的那個重視很重要 因為有人就提議說 叫他三點起來 去拍這支宣傳影片去撿垃圾 他那個人現在還在 所以代表應該就是 應該高層是還蠻贊成的 不然那一個60歲的一個長輩 三點起來叫他去撿垃圾 所以其實我剛剛提到說 很重要的是這個原因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當天 大家其實那一天 這是我們第一次辦這樣的活動 其實我們當初也很怕 那當然我們也找了一些 專業的專家來跟我們合作 包含一下那個人品紙巾掌 就是我們這次合作的一個對象 那其實那一天 這裡有寫說 整個報名的人是超過一萬名 事實上是不只 但是因為我們當初在選擇一些 閉點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考慮太清楚 我們沒有想到人會這麼有 因為我們一直擔心人會不夠 結果有幾個韓語呢 我們大概開放一週之後 我們就喊停了 我們就截止暴民 就是那個沒地方停止 對對對 這個我們可能也疏忽了台灣 就是現在的民眾對環保這一塊 其實越來越重 這個是好事啊 就是說其實我們當天看到之後 其實非常的感動 就是說其實這個人真的超多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他們來之後 其實是很自動自發 有些自己帶東西 那我們以往在做一些活動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說 沒有給他水 沒有給他伴手裡 沒有給他什麼東西 他們不會抱怨 他們會不來 不會 這些人其實他就很自動自發 有些甚至他還不太親密 就是講什麼 他可能就趕快去撿 然後撿完 他放完 他就走 他可能還有其他行程 他就特別趕忙 那還有那種跑錯場的 還有跑錯場 他就來說 反正我都跑錯場 不然我參加這一場好了 就是 其實這個是很 我們當天看到 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越來越多人重視這樣的東西 那當然我們那天也撿了非常多 其實這個也超過我們的預期 我們沒有想到 我們會撿的 將近四萬四千個寶特瓶 那其實這個我 我們事後有在討論 就是說其實也是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就是說 開心的是我們幫 就是全省這個十六個海棠 撿的這麼多 但是其實我們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麼多 因為其實現在淨灘 非常多人在淨灘 怎麼還會有這麼多寶特瓶 這也是我們比較擔心的地方 所以 不過總而言之氣 在這一次的經驗中 我們發現就是說其實很好的一件事情 說真的其實大家台灣人的環保 會是越來越高漲 那最後一章的話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不能講血類史 然後應該講說 其實我們這麼多年 用來以環保的一個角度去推廣 其實我們看到其實 成效越來越好的話 其實我們是有幾點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其實我剛剛一直提到 就是所謂 利害關係的人的支持 尤其是TOP的部分的支持 因為這個東西是 它不會賺錢 它只會讓你多花錢 然後 所以TOP的支持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說 真的剛剛提到了 環保教育真的很重要 其實我們自己內部 它內部已經進行了非常多年 像這裡有提到 我們TOP的環保就是Lifestyle 其實我們在更早之前 我們講的是說 環保就是我的事 它有點像是一個責任的概念 可是我們漸漸是希望是塑造 它也是一個Fashion的一種 這個是我已經內化到 我的生活的理念裡面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是 所謂環保就是Lifestyle 然後其實像去年 今年的話 其實我們辦包含像 交商和泰的全員教育 所以我們針對這些議題的話 讓大家漸漸去認同這樣的東西 那這裡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要找對好的老師來講 那所以我們今年找了那個 陳執英長 其實講完之後 其實大家的認同步 提升非常非常的多 其實這個也要感謝陳執英長這邊 那另外有一個苦工 就是說我要讓數據說話 只是就是說 其實我們做那麼多東西 我怎麼樣跟我的Tub 我怎麼樣跟我的經銷商去講說 其實你做這些東西是有價值的 就環保價值在哪裡 所以其實我們也建立了一個 所謂的環保環管資訊環 就是我們去收集這些東西 我們做這些東西之後 到底我們轉換成Darside 到底這裡有哪些價值 所以我們做過這樣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其實我們其實這幾年選的議題 可能也剛好很幸運的是 跟現在其實大家共同關注的議題 會相近 剛好譬如說我們在做淨灘的之前 在宣傳的時候 剛好我記得聯合報的頭版 看這一條就是那個廢棄物 海文廢棄物多少多少 那我覺得剛好就是 我們也選對了一個就是大家 咒視的議題 所以其實 因為這幾個因素的話 其實我們會發現 在這一兩年的活動 相對來講 我覺得是算是比較成功的 那以上是一個 以一個就是算是 企業、私人企業的角度 去跟大家分享說 因為我們在推這些所謂比較光益活動的時候 我們討論哪些地方 讓這些活動可以變得比較有參與度 然後也比較容易成功 以上分享謝謝 好感謝大家 好那我儘快 我們本身是海浪工作室 我們今天講的主題說 海浪到圖龍 海浪工作室 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 非常簡單 海浪就是海浪的意思 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議題 跟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以像海浪一樣 讓更多人響應並產生改變 就是high in 其實這件事要從海龜說起 基本上我們都是海洋研究起家的 我是漁業研究 我的夥伴是海龜研究 那我們發現的問題就是 在參與海龜保育的時候 小豆球是一個很重點的地方 它幾乎是全世界海龜密度可以抬進前三名的島嶼 海龜就會像這樣子 就是整座島上 你只要下到潮艦帶 綠西龜就像野狗一樣這樣跑一跑去 而且這麼近 所以有機會大家一定要自己去體驗一下 那這麼可愛的時候遇到問題呢 其實顯有意見的 這也是現在的小豆球 我們工作室 從2016年開始在小豆球辦淨碳 超過了20場以上 這是去年7月我拍的照片 那常常會有人看的照片說 這個都是外國的垃圾 你有沒有看到中間有一個寫著 賣香奶茶 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 我們這兩年辦了超過200場淨碳 70%來自台灣 所以其實我們要檢討的優先是自己 水下的垃圾就會影響到綠西龜 那這是我們在做海龜救傷的時候遇到的狀況 死掉的海龜我們會做的了解 解剖之後這是它肚子裡的東西 從它食道到胃到大腸到小腸 是全部塞滿垃圾 我親手把它一個一個洗乾淨 這是一隻綠西龜肚子裡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面對的是它越來越嚴重 以後絕對不會只影響到海洋生物 這是我們淨灘的時候遇到的各地狀況 基隆 西北社巴黎 萬里 中角灣 桃園大潭 觀音 新竹 苗栗 台中 雲嶺 宜蘭 蘭嶼 這是台灣最多海龜聖誕的沙漢 所以我們要思考的是 它已經真的超過我們想像的複雜 那這是澎湖的花園 這就跟保麗龍議題是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因為保麗龍是很難被清理跟清除的 甚至現在已經影響到食物鏈了 這個垃圾是有洞的 我們在鏡探一定都會看到像這樣子的垃圾 這是我們實際拍到的照片 這在基隆 魚真的會吃垃圾 我們在看影片 這在基隆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魚都在瘋狂的吃這個塑膠袋 所以現在的問題已經漸漸來到 魚吃垃圾的吃魚了 那就是我們真的要面對的 再來不是台邊很張讓我們不要去 包括我可以講 其實台南這邊的蚵仔 它是玉石性的 它一定也有 已經有高深中做出專題了 這邊蚵仔通通都有 那這就是我們開始要想的 作業的故企而行 不是叫大家吃垃圾 這是我再吃吃看垃圾好不好吃而已 我們成立的工作是主要這四大主軸 環境清理、教育、月頭減量跟政策遊說 我們希望透過這四個方面 來改善台灣的環境問題 那環境清理的部分 其實我們參與蠻多面向的 我們參與過禁錫 我們禁盤 我們還花獨步充去禁盤 甚至我們浮潛潛水水下禁盤 這都是直接清理的一個步驟 那面對最嚴格當然就是保麗龍 因為保麗龍最大的問題就是體積大 回收不易 這樣都沒人要 那這個部分就是 還是要看一下基隆 桃園永安漁港 下面全部是保麗龍碎片 雲林 台南 台南 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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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保麗龍是蠻複雜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為了能夠快速的清運更大量的保麗龍 我們研發了一個土龍包在旁邊 那大家等一下可以自己去揹揹看 以我們揹的這個土龍包 原本一個人拿兩顆大保麗龍就很吃力了 這個可以揹到20公斤的保麗龍 幾乎是整個太空包塞滿保麗龍 你都揹得很重 而且效率還做得到 所以這是我們希望增加清運效率的一個很好的一個 設計出來概念 不過我們當然希望它可以更更進步一點 那這就是它實際揹的狀況 這個的話你一個人來回走動 可能要四到五趟 現在一趟就可以完成 那當然這一次的機會能夠執行 也要感謝齊慧願這樣配合 因為台邊的保麗龍 基本上沒有回收上願意 太雜了 那也感謝齊慧科技這邊 很大力的支持我們這樣行動 那等一下相關的原理 我相信它會講得更清楚 甚至有些know how 我就不好提供了 然後雖我們人少 但在這一次澎湖清理的部分 我們總共辦了九場 我們光保麗龍就減了五百六十六公斤 那這是我們在這個部分需要去面對的是 這個只是冰山的一角 我們只是用一個示範的方式讓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保麗龍真的可以回收 第二這是我們要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在澎湖清運最麻煩的是運費 因為我們到敵島清運 我們自己掏腰包要花六萬塊 請一條船幫我們載這些東西 因為這是清潔隊不可能支付的 所以我們當然很感謝 願意讓我們載垃圾的漁船 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那甚至基隆市政府有看到這件事 他們這幾年為了開放基隆雨 辦了非常大量的基隆的淨灘 我們直接就把這個屠龍包弄到島上 也背了一大堆回來 不過因為清運比較方便 畢竟離它很近 所以我們也是在這兩三次裡面 也撿出了非常多的保麗龍 用屠龍包的方式 這個是漁船載的保麗龍 也很感謝大家的協助跟幫忙 這是在港邊正在等著 集會的老闆來載的保麗龍 那這一次我們也是回收超過五百公斤 你不要想看喔 這個體積是很龐大的 所以我也希望這個計畫能夠持續 讓更多人關心這個議題 不過我們發現一件事就是 這個牽引不到一個寒毛的垃圾量 但是我們還是會繼續做下去 因為這非常重要 不論是看見或是行動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你可以到公司搜尋我們的島 垃圾飄養過海 裡面有很詳盡的報導 但是問題來到這個 這是在苗栗 大家覺得撿得完嗎 不要灰心 這有三個人在淨灘 除了淨灘之外 很像一幅世界的冥畫 我要講一件事情 撿一定撿得完 可是一定會再來 所以我們還要透過更多的方式 譬如說教育 這是我們在淨灘都會做的一個紀錄表格 我們有台灣的海岸線垃圾最多的數字 有人知道什麼會是冠軍嗎 寶特瓶 瓶蓋吸管 塑膠袋飲料杯 免洗餐具 玻璃 漁業用菌 煙蒂其他食物容器 重點整理出來的就是這樣 這八個項目都是我們跟吃有關的 隔了一年還是跟吃有關 隔了一年還是跟吃有關 所以我們覺得 源頭減量還是必須要理解的 因為淨灘永遠減不完 因為海岸垃圾超過八成來自民生 所以我們辦了非常多大型講座 甚至我們通過遊戲化學習 讓大家去了解環境的問題 甚至我們通過廢棄物的工作坊 吸引大家能夠響應並了解 那甚至還採握海玻璃 也是海邊的玻璃 可以做很多的創意 那當然還要回到更源頭的部分 我們把海灘這個撿到玻璃 做過精美彩繪之後 當成淨灘的獎勵 然後一場淨灘從35人到180人 讓大家去更關心這個問題 甚至結合在地的目的 是為了讓在地人也關心 拿著這個海灘貨幣 可以在小樓球超過100家店 進行優惠消費 那我們希望這個有機會 可以推廣到全台灣 當然希望有機會 能夠請政委一起協助這件事情 讓大家更關心 甚至連綜藝國很大 他都跟我們借了海灘貨幣 說他們的藝人要進台 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讓他們慢慢發酵的 那島上也另外做了環保杯的租借行動 只要你帶著你的手機到店家 去借環保的冰霸杯 不用付費 你還可以借 再直接歸還 這也是希望我們透過遊客教育 來理解這種狀況 你可以減少海邊的垃圾 這就是冰霸杯 我們甚至連袋子都是用寶特品回收做的 然後因為他們有這樣的概念 我們直接知道黃龍 宗教活動是很容易製造垃圾的 我們跟幾間願意一起享一個公廟 請他們在吃飯的時候用我們的環保碗跟環保杯 那炒非常多的資格來洗碗 我們在這四天內減少價的垃圾超過幾萬件 這是我們覺得非常感謝的 甚至連在廟旁邊要給他們喝東西的 我們都拿我們的環保杯給他 請他們用這樣子 不要再拿一杯一杯的帶著 這都是我們想要繼續發酵的人都減量行為 那最後當然回到政策部分 這是能夠響應最大的 我們也參與了海菲自己平台 跟著其他人只有一起跟政府開會 因此有了今年7月1號的塑膠吸管禁用計畫 那當然前陣子我們的 行政院院長我們的蘇葵說了 今年有一個向海致敬的部分 那我們當然希望這個不要只是口號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來監督 看看這些單位到底有沒有好好的做這件事情 這也是我們很想要持續發酵的部分 那最後我們常被問的一件事是這件事情 不知道有沒有一個方式可以解決所有的這些問題 當然是沒有 它就像一個拼圖一樣 它需要靠行動 它需要靠法規 它需要靠教育 它需要靠研究來一起輔佐 但是我們要理解的是 法規修正需要時間 研究需要等結果 教育要等孩子長大 但是有一件事情不用時間 等一下大家去買東西 你知道跟老闆說我不要塑膠袋 你一秒都不用花時間 所以我覺得無論這些東西到底能不能解決環境問題 有一件事情說我們可以開始的 從自己開始少一個算一個 它絕對沒有問題 這是我們都希望期待大家都做到的 因為現在放棄的話比賽就輸了 大家一直有人問我 我們做了這麼多 台灣到底有沒有變乾淨 有 海灘很多地方都變乾淨了 但是真的有影響還是非常的少 你路邊隨便抓一個人 他都會告訴你們我們沒有靜灘過 我們希望能夠持續擴大這樣的影響力 讓更多人去響應 影響力是什麼 我們工作室在今年三月前只有兩個人 這是我們兩年半做的事情 我們講了726場演講 我們辦了170次健康活動 我們清除了海飛超過8萬公斤 所以真的人很少也可以做得到 只要大家願意 最後用這張照片分享 這是我們在野流拍的照片 這張照片最可怕的絕對不是垃圾 是這裡有兩個孩子在游泳 這裡有兩個孩子在堆砂堡 我們正在用行動教育告訴我們的孩子 海邊有垃圾是正常的 如果我們希望未來乾淨 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思考 要不要進行垃圾減量 最後我們可能不能改變這個世界 可是真正重要的是 我們到底願不願意為了這件事而付出努力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價值 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何泰跟我們還有他們分享 他們如何用行動去減肥 那不曉得各位來賓 在聽完我們社會創新變的一些分享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想法要提出跟我們交流的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先進行我們下一階段的海肺再生命 那我們會先邀請我們塑膠中心的 許祥瑞經理跟我們分享他們如何把海肺再創成 讓他們有新的生命跟價值 好 政委 各位長官好 來賓大福安 接著由我塑膠中心報告 我們過去這段時間在海肺做一些努力 塑膠中心是民國82年成立 目前它有200多人 主要是當初經濟部跟塑膠原料工會跟塑膠製品工會 三個單位所捐助成立的我們現在這個塑膠中心 這份簡報為了完成性 所以前面有一些數據 我想剛剛前面幾位先進都報告過了 那我就神略了 那其實這是在強調 其實在整個海肺來講 塑膠它是在一個比較大的部分 那這個是最近的這個快篩結果 那其實大家的數據是一樣的 就是塑膠瓶罐泡泡塑膠 像保綠濃跟廢棄這些魚具 那魚具的部分從過去的數據 大概佔整個海肺裡面佔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十七左右 那我今天的案例大概重點會是在 在魚區的這個相關部分 那過去這段時間其實跑一些 相關的這個魚港的話 這個哪一方的話就是斷橋 其實這個就是在斷橋下面旁邊而已 那這個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相當多這些廢魚網 那這些廢魚網要怎麼處理 其實以塑膠來講 其實只要是有一定的數量 一定的這個清潔乾淨的程度 其實都是可以在利用的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 這張圖來看 其實剛才這個海報署的掌握也報告過了 其實這種大型的魚網 這個一件新的大概兩千多萬 大概兩年多大概就淘汰 那這個淘汰下來這個魚片 其實還是相當有價值 所以這個我們台灣的產業在這個魚網部分 其實在屏東有兩家蠻大的 青州跟青阪兩家蠻大的做魚網 其實他們這個魚網大概 如果要太快的話 它進港進來就很收窮 所以這個大概沒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剛才 那很多現金報告過 在沙爛之上面這些 還是在海底裡面這些 這些廢魚網 其實這個 在處理這批業者來講 在處理的效益其實是比較低的 那花了很多這些資源去處理這些 其實這個 它的環境效益 其實有時候不見的 是這個正的 那另外一個是介於這個中間的 介於中間的 那這些魚網就是 就是有一些近海 近海的這些魚業所產生的 一些廢棄的這些魚具 那這個 比如說以這個來講 其實 以魚網最常用尼龍來講 其實尼龍的價格 尼龍原料價格好跟快 其實最近這七八年它差到三倍 幾內西安 就是尼龍料原料幾內西安 一公斤一個從十幾塊到一百二十幾塊 那這個就關係到 這些中間的魚網有沒有人要 當一公斤一百二十塊的時候 這些魚網沒有人要 但是一公斤剩四十塊的時候 這些魚網沒有人要 所以這個東西 關係到這個 整個 這個原料價格的活動 那這個是全球線的 這不是我們台灣單獨可以控制 所以其實海貝 整個來講還是一個 跟全球其實相關的一個問題 好 那以目前來講 這個整個產業店 從這個漁民 漁會這邊產生的被漁網 我們一直到後端的回收處理 這中間需要有個業者 來做這些清竹拆解 然後做產時判定 那你產時判定分出來之後 後續你可以走物理回收 和化學回收 那過去大概都是 物理回收比較多 那最近像今年的紡織展 十月份的紡織展 已經有業者 宣示說他開始做化學回收了 那剛才這個 海報署長官也有提到 像台化 他現在回收漁網 他做成 在回去化學回收 做成幾年西安 那他的量其實相當大 那他也跟國外一家 知名的運動品牌 整個皮開頭的 很重視環保的運動品牌合作 那目前來講 其實他的量 幾乎都被國外的 這個品牌業者幾乎都收過走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 市場其實來講 是相當不錯 國外相當重的這個議題 那 物理回收大概是 比較普遍的方式 物理回收方式 價格比較偏 成本比較低 但是他做出來的品質 其實相對會比較差一點 那就是看後端的品牌業者 他需要做到哪種 這個產品 那這是剛才 剛才我們在漁港那邊 有看到一些材質 比如說剛才 一下梯是 一下游覽車的時候 那邊就有一大箱 這個PET的繩索 那這個PET的繩索 其實後續都可以再回收 那一般像漁網 漁網像那種單絲的 玻璃絲的 那種是尼濃的 像我們剛才看那個 這個科隆 這個科隆養科 穿的那條線 那個應該是尼濃 其實都是可以再回收的 那這個是我剛才強調 就是說其實在整個原料 國際原料價格波動 就決定 這個東西有沒有要回收 有沒有回收價值 所以這個其實是整個 國際趨勢其實一直在波動 那以目前來講 其實以塑膠來講 其實最近的趨勢是 便宜 那不會貴 那原因就是 美國這個顏岩油出來之後 其實塑膠現在的價格 國際原料價格 大概都到60塊美金左右 其實大概已經上限 不能破壞 那另外一個就是 從顏岩油去聚合成儀 它的成本大概從 清油裂解來儀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原來的傳統製成 是三塊的話 從顏岩油聚合只要一塊 所以塑膠會越來越便宜 所以這個是對回收來講 一個不好的趨勢 我們今天如果說 這個塑膠如果一公斤五百塊 比如說這個 塑膠吸管都一直賣一百塊 我想大家都會回收 但是就是因為它太便宜 但是以塑膠目前來講 趨勢是 這些醃油氣再加進來 其實價格是往下降 所以整個這個經濟因素來講 包含這個漁網乾淨程度 重量大小 當然越大件 單一材質 大家越想要 那我們台灣其實包含其他的 回收項目都一樣 就是說我們台灣都是一點點一點點 比如說這個 像今年六月的時候 跑一趟北海岸 其實很多小漁港 這些飛漁網都是一點點一點點 這些要把它聚集起來 量鍋才會讓它價值 因為你後段要開發的話 業者一定會跟你說 你這個一個月有多少量 他才決定 他要不要開發這個產品 所以這是一個很先決的條件 然後再來就是漁網拆質 那漁網拆質 一般來講迷農拆質比較好 也比較貴 那有一些比較像遠洋的這種 它一個漁網下去 可能這個魚是上百噸的 所以它必須強度很強的 那這可能會用尼農 那現在有一些像近海 有些它會要便宜 有些漁民它會有漁網便宜 所以它可能有PE、PB 還是PET的材質 那不同的材質 它價格不一樣 再來就是行業 行業要價格加差 我們會覺得說 它是海廢 它是回收回來 所以它應該比較貴 但是消費者有時候不買單 這個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 其實最理想是說 我其實是飛漁物回收回來 我產品跟鮮料成本是一樣的 那個才有競爭力 好 那我們塑料中心過去幾年 在海廢這個部分 我們做一些努力 包含原料 一直到後面的產品設計行銷 那也包含驗證 那怎麼去證明說 它是從海廢來的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我們過去 像這個產品 我們過去會說 我如果是用鮮料做的 好 塑料業者來講 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宣稱用鮮料做的 但是我降低成本 我加點回收料 尤其客戶跟我砍價格的時候 我回收料就加的品力更高 好 那我們講說這是掛洋桶賣可樂 但是現在 廢氣回收 大家重視有點像海廢 現在反過來 像會掛廣的賣洋 就是 我說我是海廢做的 我可以賣比較好價格 但是我怕品質有穩的 我用鮮料的冒充 所以這個部分 包含一些 雷諾證的部分 去證明 證明它來源 好 那後面是我們幾個產品 第一個是 這個 一個 這個是短纖的 尼農魚網做 這個請大家傳閱一下 這個是短纖的 就是做著毛沾鋪的方式 那它是 它是 它是 尼農做的產品 這家廠商是在彰化 彰化 彰化 彰化復車 第二個 衣服的部分 也是 衣服的部分 也是一樣 衣服的部分 衣服的部分 是我們講的長纖 那長纖 長纖來講 它品質要求比較高 長纖的話 因為你如果說 雜質多 它斷絲 斷絲之後 它等於是 重新 這個仿絲的部分 要重新做 所以這部分品質要求比較高 但是它現在不良率 其實也是高 這個是我們那時候促成 國際的 海洋恢復聯盟 那 就是 購買它 飛龍做的 這個布料 這個衣服 那 這個東西 就像我剛剛講 如果說 台化它以後 用化學回收的話 它做這個 的品質 就跟 細料品質是一樣 甚至於說它可以做到一些淺色 白色的 這個是 也是一樣 漁網包 跟剛才的類似 就是 它的這個布料是用保麗 它裡面有一些是用漁網 漁網去製作的 這是海背眼鏡 這個是 這是 這是海背太陽眼鏡 但是這是鏡框 鏡框是用飛魚網回收做的 這個我們那時候有跟業者合作 跟業者合作 然後 這個魚網其實 我們 以這個案例來講 這個魚網是 我們在基隆那邊回收一張魚網 大概15公斤左右 大概做了250支的這個 鏡框 250支 然後 當然包含 開機的布料品 靠到我 15公斤的魚網 大概可以做250支 那這個東西 就跟我們台灣的這個品牌業者 這家做眼鏡是在台南 有一家叫 黃美光璇 它有一個這個眼鏡的觀光廠 那我們剛剛開發這個出來之後 後續它國外客戶 國外品牌客戶 有跟它合作 那 有持續在下單 但是這部分 因為有這個 它跟客戶現在保密協定 所以客戶 不方便說是誰 那這個是 去年的去年的作品 那 好 這是 黑麵皮露的 鋼筆 這是用回收料做的 那這個是跟 高雄一家 很知名的 文區SKB做的 我們當初 這是黑麵皮露的鋼筆 那這黑麵皮露 其實全世界大概 剩不到十千支 有三分之會到台灣這邊過通 所以 是一個蠻有意義的一個產品 那 當初設計的時候 主要是這個 它的嘴跟它的腳 是黑色 然後它的脖子 好像是黃色 有圈黃色的這個 米包 那 這個是 當初我們開發到一半 後來停止 那這個是 這是用 這個 保麗龍做的 這是那個 齊輝跟還有 之前的 這個回收的東西 這個我們 在紀錄上 大概也是開發 還是可惜 然後這個是 硬殼包 是今年的 今年的東西 那硬殼包 我們今年跟 墾丁那邊一些 很有樂趣的 青年大家合作 那 他們也開一些民宿潛水店 那 我們從它回收的產品 回收這些寶特品 廢塑膠 我們用熱壓方式 把它做成這個 硬殼包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目前 在製程上 大概開發出來 但是 這個 數量比較少 因為這個 要透過實際 回收回來 然後我們篩選過之後 再把它熱壓成板材 再真功成型 做成這個 這個海廢包 但這個 這其實很特別 每一個紋路都不一樣 每一個它上面的紋路都不一樣 那 是一個蠻特別的產品 好 那這是我們之前做的一個 杯墊 其實 海廢塑膠 其實我們 這個三岸檢的東西 我們熱壓起來 其實那個光澤 其實有時候是很漂亮的 那 甚至於說 這個壓出來 是青霸克的杯子 這個同一的濕熱冰 這個杯墊 好 那 以上是我的報告 那 時間比較短 那 後續如果說 各位先生如果跟海廢有關 後面 如果說想要做一些開發或製造 那 不然可以跟我們車廢中心聯合 那我們也很願意來 希望說這個東西可以把它產業化 那 這個東西也可以要跟國際聯繫 因為很多國外品牌業者 對這邊有興趣 好 上網報告 謝謝 高中心的許經理也跟我們分享 他們如何再創海廢的新價值 那接下來我們也請 我們的奇葵環保科技的高負責人 跟我們分享 他們如何去開創 海廢保利龍的新價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业者我们有区分 A级 B级 C级 那A级呢 目前我认为是说还有少许的一些回收厂 他就愿意去回收的 那可是 B C级呢 其实是没有一个回收厂愿意去回收 那怎么区分 A B C级呢 其实 A级就是我们买一些电器啊 或者是一些快递的时候一些缓冲材 比较干净的 没有任何一个一个脏的东西 那我们通所谓 A级 那 B C级呢 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上面有一些比较一些胶布啊 或者是钉子啊 或者是一些有颜色 那包含我们再去超市去买一些生鲜用的一些餐盘 全部贵了在 B C级 那目前的东西是厂商没办法去处理的 现在目前的传统的方式 那 环境污染面呢 其实有一些研究报告指出啊 如果说保利笼单纯保利笼在如果在高湾上去燃烧的时候 它不会有弹药性产出来的 可是最怕就是有一些别的其他东西 它可能一起在燃烧的时候 它就会排放出一些有害气体 就是一些弹药性啊 而且它容易粉碎 也不会说埋在地底上会分化掉 所以是其实是在环境上是非常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在这一块是讲到我们的推广教育上 其实很多的民众我们在网路上一些影片啊 大家有看到很多民众认为 就是保利笼是不是回收的东西资源 那可是观光局它是印公告回收什么 印公告回收的东西 那很多很多民众大家都是做好的分类之后啊 拿去给资源回收去回收的时候 那可能一些一些回收照片说 你直接丢在垃圾车上 那民众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回收的动作 结果还是要被丢到一个垃圾车上 那其实这一块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要去理解 而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去讨厌保利笼 那非保利笼现在的现况 我这一块讲的是说目前传统的方式 比较干净的保利笼的一些处理方式啊 那最基本就是我们如果说拿到保利笼之后呢 回收场它会经过一次简单的一个区分回收 然后再来去做一些清洗脆干 去切碎还有空干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电容的一个简容 电容简容的这个目的 是想要让把保利笼的面积体积缩小 然后容易搬运 然后它就会变成我们速成的一个PS的简容块 那简容块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变去会到我们的一个再利用场 再去做也是粉碎的动作 然后再来用热再去融化它 然后再用设备去驱逐杂质生产 然后就变成我们所用到的再生塑胶粒 那这个是针对目前非常干净的AG的保利笼有在处理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还非保利笼呢 其实它是没办法处理的 因为它有杂质太多 盐分高 对设备上是非常是有伤的 所以是根本就没办法处理 那我们的海飞保利笼到底在哪里呢 台湾海岸上有非常的保利笼在飘 在沙滩上 刚刚在很多影片上我们都有看到 那因为海飞保利笼 它本身因为在海上飘 然后会飘到海岸上 所以它有含了很多的沙子 还有海草 还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目前的用电热的电容法去处理 它是根本就没办法的 所以只能进到粉化炉 那所以大家一一在很多新闻媒体上有看到说 保利笼就是在海滩上了 就是好像没有人处理 是因为没有人没有办法处理才会变成很很 就是看起来很脏乱 那可能我相信也有很多政府单位去找过解决方式 可是没有找到 那这个是在可以回收利用的 目前的传统方式是绝对没办法去回收的 那这个保利笼呢 它如果是说 浮球在海上 在海上 就如果被一些碎类死了 就会变760万片 那变成也 刚刚有提到说 海洋的小生物都会吃掉肚子里面去 然后我们可能也吃到这个塑胶威力了 那海费保利笼到底可不可以回收 然后再处理再利用 然后变成一个白金呢 那我们其微有机容器减容技术 其实在很多方式研究出来之后 其实保利笼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在运输过程 它不符合任何一个经济效益 那我们看到这一台小货车 上面装满了保利笼 其实装满了满满的保利笼 它只有30到40公斤 它如果是到了一个再利用场 去做成塑胶率的话 其实它的价值只有300到400块 那我们包含运输费用 再加一些生产成本 加起来的时候 其实哪一个回收再利用场 愿意去做这个 没办法赚钱的一个动作 那可是我们有想到一点就是说 如果按照我们齐辉的一个有机容器减容技术的话 这是同样的差不多大小的过程 我们上面的灰色的桶 就是装了我们的有机减容器 那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 就把保利笼全部给它融掉 那这个动作可以把保利笼的体积减 缩小为百分 缩少为百分之一的体积 那这样子整个的一个单次的搬运量 就可以提升到五倍以上的量 那可以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解决掉 比较运输上我们碰到的一些经济效益问题 那这一张是刚才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一个传统电容方式的一个助理过程 那我们齐位的方式呢 就是先保利笼区分回来之后呢 经过简单的一个有机容器减容技术 然后取脂扎脂之后呢 然后因为容器它本身我们再会有再回收的 回收再利用的 然后容易呢 就里面的一些保利笼我们就会再生成塑胶率出来 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减少了很多的 没必要的一个生产的过程所出来的态排放量 对于环境是比较环保的 那这个是简单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工事 然后我们的特点就是说A B C 锦 全部都可以回收再生 就是联邦和一些海费的保利笼全部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那容器呢 刚刚使用过的容器呢 我们可以回收95% 以上 那这一张图是来简单说明一下我们目前的整个生产流程 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如果是用减容器 在现场减容把它用货车摆运到工厂之内 工厂之后啊 我们用简单的一个过滤设备 然后把它过滤过滤把杂质过滤出来 然后再进到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研发机之后 容器会回收上去 然后再以后再反复到下一次的一个减容的性 减容的容器 其他的那个保利笼呢 就会变成一个塑胶料出来 原料出来 那我们的设备呢 就是比较环境比较低污染 因为不需要再去做一些重复的一些生产的动作 粉色啊或者是一些动作 所以对于一些二次的污染是比较少的 那在如果节省方面呢 其实如果说我们一次可以提高很多的载运量回来的话 其实在货运 这是在交通上面的一些 但排放量会比较降低的 那也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经济效应 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左上图 是我们做出来的缩胶条 然后下面是我们有一个学生 有研究所的学生 拿去弄用我们的轮换去做出来 然后去参展的 也得了很多的奖项出来 现在好像在上海博物馆是不是 在展览 对对对 那下面的话刚刚就是刚刚一家海洋 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所 里专门委员 刚刚有提到说 光宝有在实施有一些 废保利笼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家 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是我听到这样子一直下来 我也感觉到比较惭愧了 其实我们已经开公司以来四年多了 好 好 好